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個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題目就是 Time value of money Present value 貨幣時間價值 現值 我會利用一條簡單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條題目 這個topic 上一條短片 Time value of money Present value 1 都會廣告這一個公式 PV 等於 FV 隨意 括弧 1加 R 3括弧 T次方 這條公式 這條公式就是 Present value和Future value的關係 透過 Discounting 貼言 那我這裏 暫時不詳細去 講解 這條公式如何處理 因為如果你想知道 看回上一條短片 那我這 短片就是利用一條簡單的例子 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一個 Example 如何處理 這條題目 好了 這個例子就是 你成立一個 Strux 基金 五年前 那現在這個基金 總價值就是 638,140 40.7.8 那如果 這個 總數這個分 是賺取可以 5% 每一年的話 那 你投資了多少錢 在這個基金 那裏 那這題目就是 牽涉到 5年 5年 那也都是利用一個 Timeline 線式 去處理這條題目去表達 零年 就是現在的 Present value 的值 1年 2年 3年 4年 第5年 題目就是 現在 你的價值 基金是 638,140.78 這個就是 當 Future value 現在 看看 5年前 就是當5年前是 Year Zero 那麼 在這裏 5年前 是值多少錢 那麼 也都利用 這條公式 去處理這條題目 Future value 在這裏 就是 638,140.78 除以 1加 R 這個R 這個R就是5% T在這裏就是5 因為5年 那你用 計算機可以計出 在這裏就是 5年前 成立這個基金 就是用了 50萬 換言之 5年前 投資 落這個基金 50萬 在5年後 滾傳 就可以 拿到 63 18,140.78 利用這條簡單的例子 可以解說 透過這條公式 找出 Present value 和Future value的關係 在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跟這裏